赤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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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木鱼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鱼货物 为温水性鱼类 分布于氧热带或热带水域 属于广延草食性鱼类 主要以底藻为食 赤木鱼 海草鱼 安平鱼 赤木鱼 赤木鱼在台湾的养殖历史 根据传说 是由正成功奖励养殖 开始的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目前西南沿海的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等县皆有养殖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 地位最重要的一种养殖鱼业 鱼苗以往依赖天然捕捞供给 近年来人工繁殖鱼苗为公益大宗 养殖收成时间为5至11月 多次收获 由于湿木鱼不耐低温 冬季需有月冬错湿 12度C以下水温维持5日 即有冻伤死亡欠项 近期改良的深水式养殖 每公顷可生产约16公顿 每公顷可生产约16公顿 ăăăă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